而另一个最新现场来看到的是 刚刚问您报道过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一间早餐店 今天早上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发生了火警 这火势是迅速的蔓延 也因此让当时受困在火场的姐妹 救出来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详细的状况马上联系给记者陈文杰 所以主要各位观众画面上可以看到 铁皮屋的二楼窜出火蛇 还有浓浓的黑烟 十几名的消防人员在里面抢救 一二楼都陷入了火海 整个火势相当的猛烈 整个铁皮屋都烧了起来 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这些火警是发生在今天清晨五点多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是一家早餐店 因为上午传出大火 这两名姐妹受困在火场 被屋主发现的时候 赶快是跟消防队员来说 它里面有两个小女儿在火场 分别是救赌国二国三的姐妹娘 消防队员被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来听听看稍早之前的访问 家属是悲痛不已 因为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而消防人员也是从晚上一路救到早上 到现在才把火势控制住 自己活体造成两名姐妹死亡 让家属是悲痛不已 机上现在有这些情况把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好的 您现在看的画面 就是今天上午在台南的永康区这边发生一起火警 结果当时在里头的救赌国中的两名姐妹是逃生不及 结果不幸罹难的